因为一场洪水 我们屯子所有村民 今天全部撤离本屯子 这小劲也都装车上了 只剩下空荡荡的家了 所有的摩托车 铲车全都网路开 凡是能带走的东西 就都带走了 希望这场洪水快点过去 能还给我们原来的家 家的车 看的人真是心酸难受 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 一晚上 什么都没了 一天没回家 我哭了我 爸爸 家里是还要了 受灾的不仅是我一个人 也是百分之 无偿百分之 七十人 有家不能回 心里太多的心酸了 前面我都看不到方向了 你不是事 我嘴巴 跟你绝�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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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 你ARK 你 我 寞 我 女 和 帮 她 你 和 你 人家都往处赶去 我在这一路好像都有好几百老牛了 前面一眼猫猫头全是老牛 菜狗这么多年了头一次这么安静 一行都没这么安静 一行都没这么安静 人全这 最后无情人有情 看看菜狗都是谁的 山上这不是烙了吗 这都是路然后这块就是山上 这个水就是汪汪的 你再给你们看一下这块 这块就是那个包米地 你们可以看一下 都趴架了 今年这是完了 今年的 又是三天 还是依然没动 这行的全是车 就不干活了 在这织起了锅具做起了饭 野外生存的能力还得看咱农村人 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你看这大姐还糊了一大锅肉 这伙食也是没得说 所以在外的家人们也不用太担心 吃完饭过后 村民们都开始在这散散步唠唠家常 有危险了也不忘把自己家小狗带着 这边还有几个村民在这寻找起了信号 给外地的亲人报起了平安 这可真是烽火连三月家属抵万斤呢 看看这个真正父妈一个事也没有 一个关事的 这就是受灾 因为受灾 在整个家庭都被毁了的 这就是英文家庭 你看看这个真正父妈一个事也没有 一个关事的 这就是 看看这包米还等夏秋买飞机 这买他妈的个 能买不能买啊 都这包米还夏秋买飞机 都不说我 我不说那点 我正跟文明眼我能说那 看看这包米还等夏 我们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接收到村上的通知说 让晚上睡觉的时候 年轻的都穿点衣服 然后年老的行动不便的呢 就是赶紧撤离 这不是妈说今天9点到10点 这里边会有洪峰那道来 听完老铁们 我这家是新的 咯噔一下子 这都四五百斤了 一百来头老铁们 你说现在还没卖呢 你说这要来洪峰了 你说人能撤离猪咋整啊 这一猪圈猪不说老铁们 后院还一猪圈猪呢 然后你说那鸡鸭哪个狗啥的 你说这也都带不走啊 逃命啊 逃命啊 逃命了 要走了 要走了 好,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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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哥,做不得我打的 好,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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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要 好,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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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懵了 说带着我们 卸到村里边给有用的人 东河山幸福超市 咱们不卸呢 等他卸 他卸完咱们给村民卸 超市不卸 咱们颜图卸都行 对 建村民发村民手里 要咱就拉不起 你毛病 我早知道这样 真的没必要就来了 是吧 弄一车干 白搭钱呀 昨天上午 大队就开始 让我们登记 谁们家有老人 行动不方便 有孩子 等着救援 我们就首先报名 直到今天 大队也没来人救我们 今天下午 我们发现了 一个汽艇过来了 游艇不是汽艇 然后我们上船一份 是石家庄的 桌中市政府 带的人来的 给我们救走 如果我们要没发现 这个汽艇 我们现在还在家里边 带着呢